因為很多人從小到大都在律法之下 所以他們都很自然地覺得 他們不聽話當然是罵 他們不聽話當然是批判 所以這是成為一種習慣 有時甚至教會也會有 教會每一個教會不同 我亦都沒有責任去批判 我又不是想去批判 而是有時教會 有些教會是因典多些 有些是律法多些 那些教會就會問 你什麼錯 什麼錯 什麼罪 什麼不好 那些人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達不到標準 有些人會很努力 有些人會放棄 但總是努力也不夠 也不達標 因為總是不夠好 那時候就好像基督教 信耶穌很大壓力 很不開心 而我看聖經 我剛才講到的時候都講出 神是真的很多方面 都是用恩典推動的 雖然聖經有律法 有嚴重的律法 譬如耶穌指責法利錯人 是很嚴厲的 他們沒有悔改 但當尼哥底墓來到 他是法利錯人 耶穌立即接納他 所以耶穌是 你發覺 他對門徒是沒有繼續批判的 他有指出他的罪 譬如說 你們小信的人 但是跟著他說 你有信心 像一顆戒在種都能夠而生 即是他即時就用恩典激勵人 他就不是繼續用律法的 你發覺他對門徒說 很多時候都是鼓勵的 信我人 從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你勞苦擔頌來我 就可以得安息 全部都是英許來的 恩典是什麼呢 神 英許 或者神做一些事幫助我們 祝福我們 加力給我們 陪伴我們 這些全部都是恩典 即是神 上面是神 後面是我們 神幫我們 神提升我們 神關心我們 神加力給我們 這些全部是 神在前面 後面就是我們 中間就是恩典 批判的律法就是 神本教人 懲罰人 將人放在永刑 那些人不聽說 不悔改 他是進入永刑的 這個就是律法的說話 也有警告 講到什麼嚴重性 律法也都有 我再說一次 那種律法都是神在前面 人在後面 不過那句說話是批判的 神定他的罪 神不起悦他 這些就是神在前面 人在後面 是不喜悦的 或者是懲罰的 但是恩典 就是神在前面 後面是他 我們 然後是神 怎麼幫助我們 那你明白到 怎麼說恩典的說話 以及怎麼說 律法的說話 那我們就知道 分辨了 因為我們現在練習是什麼 練習是怎麼說 恩典的說話 因為如果 如果我們明白 不明白 不過呢 呀出口 因為 就算說我們中間 就是我們這個群體 那麼我們很多人 是有時候互相幫助 不過我都發覺 經常撞板 就是很多時候撞板 為什麼呢 有個人告訴我 哎呀有個人告訴我 哎呀我又改不了 我又做得不夠好 哎呀令到我很傷心 有時候人就會很自然地 就會說 幫來幫去都幫不了的 為什麼你會這樣啊 為什麼 為什麼進步得這麼慢啊 就是他不知道這句說話 是令人 受傷的 其實我都看到人 進步慢的 我進步慢 我不是說他慢 他就會進步的 我反而說 我留意到你進步 有些少進步 你也要努力 起碼你來找我 你找我 就是想得幫助 那 你有動力 你做少少 神都喜歡 因為聖經特登 耶穌特登 很特別 他不是說你做了大事 我不能不得上次 神說什麼 一杯涼水 最少的都不能不得上次 這個就是神的特色 人的特色是什麼 你九十九分 你爭一分 有沒有搞錯 爭一分 也不拿一百分 總是批判的 就算你做了很多批判 譬如說 哇 你戴敬拜好 不過你唱錯一個音 你說得很好 不過有些什麼問題 有時候人就會找這些問題 他就覺得 我提醒你 你就進步 但是他不想到 他提醒 他覺得是提醒 但是那個人就覺得被批判了 而不是覺得被安慰 管理 我們既然是這樣 大家認不認同是 恩典 關心 陪伴 是令人舒服 令人有動力 聖經也是用這個方法 耶穌說 我常要你們同在 你去到世界末了 全福音 我都常要你同在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你找到聖經很多應許 不過很多人 就不記得了應許 就會經常說 應該做什麼 還有 我也訓練人 用這個方法 我這個叫做 神屬性 查經法和講道法 和神的恩典推動人 有一個老師 他是傳導人 他很有心 他聽到我這個教導 他覺得很好 他甚至想幫我 開神學的課程 訓練人 他很肯幫助 他是全力 我們宣教 和他配合很多 我就教了很多 怎樣推動人 我先示範一下 我先示範 幫我現在再示範一下 譬如說 我們想提升人的生命 讓人知道你很寶貴 我們怎樣說呢 有些人就說 你多些祈禱 多些讀經 你侍奉多些 你就提升 這就是要做什麼 但我就說 神已經有計劃 寫在天上 神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倒日 已經寫在天上 變成神給了資源 他智慧聰明 愚絕的 叫他智慧的羞愧 就算愚絕也好 神可以叫他智慧的羞愧 神會提升你 去一個更高的層次 神會先感動你 改變你 改變你 提升你 鼓勵你 與你同在 神是 你一做的那麽多 一杯涼水 他都喜歡的 這些那麽多的鼓勵 所以 你一願意 你說神啊 我想 神就開心到不得了 你說我想 我願意 我都是感謝主 我初上的時候 我說神啊 如果是你的心意 我願意做律師 去救更多人 神真的為我開路 你說我想 神就歡喜了 神就提升了 我講很多都是神做什麽 然後呢 當我回應神就喜歡了 那這個傳道人呢 他聽完 他就很乖 他真的去錄音 他錄了給我 傳給我 那他怎麽說呢 譬如說這個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未到一日 已經寫了你的賊上 詩篇139篇16節 他就這樣說的 那神呢 已經將你的計劃寫在天上了 那你要入神的計劃 怎麽入啊 怎麽做啊 那我就回應他 我說你講了一句恩典 就是神已經寫了賊上了 跟著你就 你要做事 立即做 立即做什麽 全部都是做 你要用你的功夫 要用你的力 是的 我說這些沒錯 不過呢 神不是整個計劃 他會幫你 他會陪伴你 他會加力給你 你會進步 他一進步 他就喜歡 但有些人呢 他想極 他想極 都想不到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熟習聖經 我知道了聖經 神講的 但其實呢 基本上是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的 神簡選 我們得救 差異耶穌 為我們死 赤聖經給我們 有很多應許 而這些應許 他是一定會實現的 一定會應驗的 神又加力給我們 又給聰明智慧我們 又陪伴我們 聖靈又感動我們 又帶領我們 當我們一聽說 神就開心到不得了 他又赤個人的恩賜 他又會提升 一做的時候 他又會賞賜 又會開路 找對功和你配合 神是會全部做 當你一做 他就開心到不得了 這就是神的美善 我這樣講完 你將來講 你就可以這樣練習 去講 譬如 小朋友都是 可以告訴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 耶穌很疼你 你知不知道 你很寶貴 你很寶貴 很重要的 你知不知道 神可以令你很厲害 你想讀書厲害嗎 你想想老師喜歡你 很害羞 很害羞 不要緊 不要緊 原來神很疼你 他害羞 不要緊 但他經常跟他說 他覺得自己寶貴 覺得自己重要 他一做什麼 就乖 立刻稱讚他 他可能有時候 做一些不好的 那又怎樣 這也是由和 說律法的說話 你想成為偉大的人 你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當然 跟這麼小的小朋友 你用的字眼會不同 你將來會很厲害的 你幫很多人 令到人很開心 你想不想 你可以掌握頭 你想可以掌握頭 乖乖 好乖 好乖 小朋友好乖 耶穌好疼你 美沙 耶穌好愛你 那 好了 即是說 時時都欣賞他 好了 那你又想想 你有時 你玩遊戲機 又玩到 忘記了明天考試 那你覺得 這樣玩遊戲機 有沒有用 會不會 你考試考得不好 你覺得 心情又如何 那你 問回他 我都覺得不好的 那你就好 那你就知道 你知道 原來呢 只是玩遊戲 玩得過份 就不好的 那你就試一下 算一下時間 玩遊戲 可以玩那麼久 接著我就讀書 那就乖了 即是他一讀書 你就說 你做得很好 你看 你寫自己有心機 你寫字 你現在讀什麼 他什麼年級 準備學寫字 升級出行 升級出行 好 你喜不喜歡媽媽幫你做功課 教你做功課 你喜不喜歡 你可以掌握頭 沒有功課的 他不知道他要功課 因為我沒有小孩子睡過 不知道 不過呢 其實我和很多小朋友 聊天 他們都很喜歡的 那 就是總是讓他看到他的 好的地方 但是他有時候做錯事 都可以問一下他 這些事情 可以怎樣影響你 你覺得 你想不想成一個偉大的人 可以給神用 這樣和他聊 那時候呢 可以引導他提升 那這個就是一個 用恩典推動 而有時候要處理的 那我想大家呢 練習 練習 怎樣呢 我呢 首先公開練習 譬如我們現在 想鼓勵一個人 去 一個人去 讀聖經 去讀聖經 這樣呢 聖經有很多應許的 很多神答應的事情 他真的會做的 我們去鼓勵人 好了 我現在給大家一些機會 試試練習 如果你想鼓勵人 讀聖經 可以說些什麼 大家可以放膽講 不用怕 不用 你講對我會很開心的 你尤其嘗試講 講得不太對 我都會很開心 你講的 有沒有想講 OK 好 非常好 OK 你可以多講些應許 是什麼 怎麼講 神很愛我們 對 神很愛我們 非常好 然後呢 神答應了什麼 你答應了什麼 祂給我們永生 祂賜給我們永生 喀妹 她答應了什麼 聖經答應了很多 神叫我們 尋求祂 他就应允我们 我们专心尋求他 因为神会应允他 他就会一定要尋见 如果你觉得神很远 我不认识他 但是你专心去尋求他 告诉他我想认识你 OK 好 你说得很好的 我就会有一点提议 你初一头说是怎样说呢 当我们专心求他的时候 神就会应允了 他用了我当我们这样做 我就会这样说先的 神有很多应允他答应给我们的 当我们一回应他 他就很欢喜了 他就将这些礼物赐给我们 就是先讲了神的恩典 然后先讲 你先讲就是什么 当我们尋求他 他就会应允我们 因为耶利米娑是这样说的 是啊 没错 这些全部都说 是不是错的 不过只是说 全本圣经讲的 的确是讲到 神首先有预备 是吧 还有神感动我们会去祈求 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些东西在全本圣经有 那当然我不是说 每一次你讲话 都一定要这样讲完所有的恩典 不过只是说呢 如果我们鼓励个人 他没有什么心机祈祷 那我们就说 你当你专心祈祷 神会听你 那他都会有这个心的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可能你有时觉得自己没什么力 好像没什么动力 或者好像没什么能力 神已经预备了 他又很有能力 那他已经为你预备了 当你一亲近他 即刻来到 首先讲了恩典 先讲当理 而且用个当字 当理的意思是自己要做的 是 如果讲当理 那些人都会觉得 是不是我要做先 能先给 但是原来神已经给了一堆恩典 是的 没错了 接着我要做 就是他领压 是的 没错了 非常好 你拿到那个要点了 就是说呢 有时人说 好像你先做了 然后神做 而是我们说 神做了先的 神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神已经有很奇妙计划 而一个计划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是眼睛未曾听见 眼睛未曾听见 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这个有几个人 你觉得你生命中发生的事 很多时候 当你相信耶稣之后 是你想也想不到 而那些事在你身上发生的 有几个人 哇 你个个人都觉得是这样 就是 真是很震撼的 譬如我自己 我真是很震撼 因为我家庭是一个贫穷 因为赌钱 家人赌钱是一个很贫穷 被骂 所以我发恶梦梦游的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但是神会为我预备很多机会 学习 读书一切 和各人的恩赐 我是很感谢神的 原来你一听话 神已经有了计划 预备 那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 好 那 先说到 就是说 我们 神的应许 先说 圣经有很多应许 就说 那你试试讲一些应许出来 不如大家练习一下 圣经有些应许是什么 先说到永生 还有其他应许的 成为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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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医治 得医治 神会医治 患难中会帮助我们 是的 OK 先求神的儿女 及神的儿女 成为神之事 是的 不是她 我目者不治缺罪 先求神的儿女 與她一世 交给我们 神是我们 避允所 从阿公子 我们前面 所行的到 OK 非常好 大家都有很多 恩戀 充滅 非常好 你就用了 但是很多人 一直到時就忘记了 是的 你要祈祷 你要悔慨 你要遵从 就是完全沒有用這些 神與我們同在 陪著我們 我們目者我必不知缺乏 他答應了 神給我一個觀念 意思是什麼 我們去到天堂 神不需要和我們道歉 對不起 我忘了幫你 我幫了很多人 不過忘了幫你 所以幫漏了 所以你這麼慘 我掉漏了 麻煩你遙說我 神不需要向某人道歉 神不需要 神不需要 你那段時間 最慘的時候 那時候我忘了幫你 神會不會這樣說 不需要 不過我們看不到 我們有時候看不到 譬如我自己試過很慘 因為被人傷害 一段時間很大壓力 自己會害怕 但我在那段時間 我感激神 是神感動 我知道是神感動的 因為聖經也說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心亂運行為 要成就祂的美意 這就是肥勒比書二章十三節 我自己發覺 它裡面就是一種呼聲 它親近神 而且用詩篇唱詩歌 即這種意念出現 我就唱了 我就是這樣唱 越唱越平安 我是很明顯覺得 很明顯留意到 當我有煩惱一唱詩歌 立刻平安 原來神答應了 神又會感動我們 他真的感動我 很多次帶我怎樣去處理這些傷害 我一直處理的時候 真的整個人都鬆了 整個人就 當然後來又再有壓力 又再處理 處理到現在 我是整天都讚美神 多謝耶穌阿里路人 還有神給我的意念 一個教導 就是做任何小事 我們親近神 神就歡喜 遵從神 神就歡喜 侍奉神一杯水 神都歡喜 所以我們做什麼 我們讚美神 神就歡喜 有些人說 那你是不是驕傲 但是聖經說了 他說了 他親近我們 所以我一親近他 我知道他歡喜 我就開心了 神都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 而歡呼 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 這節經文很好 西人 翻鬼佬 西番雅書 三章十七節 不是三章十六節 有人歡喜三章十六節 他就是三章十七節 下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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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你歡欣喜樂 默而愛你 且因你喜樂 而歡呼 神都歡呼 神都笑 哇 你好乖啊 你做得很好 你很乖啊 你做得很好啊 那麼 神都笑 我們是否都應該笑 哇 神都開心 我們要怎麼這麼重呢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 神都笑 所以我從早到晚 多謝耶穌 耶穌好開心啊 耶穌看著我好開心 哈利路人 這個是祝實神的影響 神是喜歡的 因為神是說 祂欣賞這個嘉南婦人有信心 祂說你桌面上那些碎渣魚給我 夠的了 那些夠的 就是小小都夠的了 他就相信這個伯父長 他說我警察是不出去 他就出去 叫他回來 他就回來 所以你一吩咐即刻成就 這個就是信心了 那我是祝實神的影響 那我就 整天這樣的情況 我發覺祝實神的影響 我真是人人都開心 那這個就是我想鼓勵大家去做的 那好了 我想大家練習 練習 那你就 為什麼要練習呢 那譬如我講的那位傳道 他是很有能力的 他開了五間教會 五間教會 他做了很多事工 很多人歡迎他 但是他講恩典的時候 他說我學得很快 我什麼都學得很快 但是他每一次傳功課來的時候 我又回復他 我說你講了一句恩典 然後你講了很多律法 那我也是鼓勵他 我說你行的 你會學到的 你慢慢會學到的 那他是一直進步的 那他和我安排著 有一些神學的訓練 我都很感謝主的 那原來呢 不容易的 譬如兩夫婦 兩夫婦 是不是很容易說 你又不洗碗 你又不擺衣 你又什麼什麼什麼 你又沒有什麼 你又暗沉 你又長氣 不洗碗 很容易就會這樣 那我想說這些話的時候 我和太太 我就會立刻想一想 我怎樣方法說呢 怎樣方法說呢 是會令他收到訊息 但又不會不舒服呢 我總是會這樣想 我就不會這樣說 你又做這些事情 你說這些事情 有時候可能有些事情 我也不明白 通常人就有些事情 不明白 於是一句很挖的 對方就受傷 那我永遠都不想 我太太有一次受傷 為什麼呢 她一次受傷 她經常記得 我會傷害她 兩次傷她 她就更加深不印象 十次她更加覺得 我繼續會傷害她 但我總是 每次都是 就算有問題 我會說出來的 那我說 我留意到一個問題 我怎樣處理呢 那我就會用這個方法說 我怎樣處理呢 就是我因為我打算 我一定不要傷害她 因為她是很喜歡我 對我很好 我不想她的心裡面 有這麼多觀念 就是我會有時候 對她反面 不喜歡的 那這個就是我 很留意的地方 那我和教徒都是 我們的教徒和我相處 那麼久呢 他們發覺 就算他們有時候 他們都會有些情緒 但我總是柔和的 那是不是我沒有感覺呢 不是 不過我一聽完那句 我立刻過濡 我怎樣回應她 怎樣有智慧呢 我其實呢 最近都有一些 處理一些人物的問題 都 那個教友很有情緒 就是有一個教友 他都幾大聲 說話都幾大聲的 但是我聽完呢 我又不 我立刻處理 如果我大聲 他立刻就受不住了 他就受不了了 他大聲就可以 我大聲不行 那我就會問神 我怎樣去引導他呢 那結果呢 他是鬆了的 處理了的 那我感謝主 原來呢 柔和的心 柔和的舌頭能 截斷骨頭 好 那現在我想大家練習 因為要練習才行的 那練習講什麼呢 譬如 這個人呢 假設而已 不冷不熱的 那你就想他呢 對於神 更加感激神 歡喜神 肯聽神話 這樣呢 就 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首先 其實神給了很多資源 我們 他聖靈感動 每一個人信耶穌 他真的會感動我們改變的 他又會 當我們一改變 他人有滿足感的 這些都是神的資源 那神又會呢 用聖經的話語 聽道 各方面去幫助我們去改變的 就是他會 在我們心中 不斷做工 而那些工作很柔和的 而我們一聽話呢 神一定祝福的 因為聖經應許 愛他的人 神又為他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神是總有很多預備 那大家可不可以 三個人一組 那怎樣做呢 一個呢 假設幫一個人 就是他呢 有些不冷不熱 但是你又不要刺穿他 你是不冷不熱 那神呢 就要將你同口中道出去 不過你知道他是這樣 你就想提升他 對於熱心 就是有心熱心 那麼 一個 就幫另一個 那個就假裝是不冷不熱的 假裝呢 譬如那些回應啊 那麼他又怎樣回應他 又第三個呢 就做觀察者 就是說覺得過程呢 他是用了律法還是恩典 大家覺得這件事難不難啊 我可以先示範一次 你想要我先示範一次 你先試一下說 因為我完全不示範 你自己想 我先示範一下 OK 我示範一下 那我可以怎樣說 譬如那個人 好像對於神沒有什麼心的 這樣 我會問他 譬如你 你相不相信呢 這個神是很愛你 看重你的啊 如果是基督徒 通常都會說 我知道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愛我 這樣的時候呢 我就會說 神呢 你看神做的食物 是不是好吃啊 他真是給我們好吃的東西 神做人 和動物都有感情 神放感情在我們心裡面 聖靈又感動我們 他在我們生命中 經常都做好的事 神其實很愛你 那你又覺不覺得 一個方面是神愛你 第二呢 你覺不覺得 你相不相信神很有能力 天地賣物 那些能力呢 那些閃電的能力 是否厲害呢 你覺得神的能力 他托著地球 全地球 太陽 那個星球在那裡轉動 他的能力大不大呢 那你相信他可以 大大祝福你的生命呢 他想不想呢 他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那你想不想給他提升你的生命 讓你的生命是滿足 那神又說了 那些親近他的人 愛他的人 神很大禮物的 一步步提升的 那你的生命 可以變得很豐盛 你想不想 神將這種豐盛生命給你 你有沒有有時候 留意聖靈感動你的 他會感動你 回應神 愛神 神是會一直帶著你的 你留意到 原來神沒有放棄你的 神體重你的 他關心你的 他很想幫你的 你是他眼中的同仁 他很體重你的 很想提升你 那你有沒有發覺 你一聽話 譬如你試過祈禱 有沒有覺得開心了呢 開心了 即是神正在幫你 原來你越加親近神 他就越歡喜 他就越祝福你 你可以先問他一些問題 先用他了解一下 他對於神的看法 想不想神愛你 神體重你 神想祝福你 神有能力祝福你 你想不想神祝福你 可能有些人說 很複雜 我想說 如果想拆解一個人 是懶的 幫他變為熱心的人 都是要時間的 都是要時間的 我這樣說 你覺得你 仍然很難掌握到 你就跟我坐在這裏 我就跟你談 其他人可以試一下練習一下 就是三個人一組 可以嗎 現在起床 他很愛你的教育 找其他新來的人 去邀請他 跟你三個人一組 去試一下練習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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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